欢迎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下午出席活动的时候 与教育部次长同场 不过呢 这次长强调这幼儿园并非他的业务范围 但还是希望能够定出标准 这让媒体报道可以依循 想请马上联系记者苏梓杰 带我们掌握直接请说 好 观众 台北市幼儿园按性侵 按现在还是持续的延烧 而今天下午台北市长蒋万安 来参加了杂学校的活动 不过你可以看到呢 在他右手边的右手边 与他同场的就是教育部次长叶炳成 不过叶炳成说 这个幼儿园并不是他侠管的范围 但他还是认为 可以赶快来订定一个标准 让媒体有机可循 到底能不能够来报道相关的案件 我们带你一下听 我想当然是有一个标准 大家能够 不管你说可不可以公布 或者说再怎么样公布 情况下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公布 不能公布 有一个可以依循的 当然是我觉得是 包括媒体也比较好做事 不然有时候媒体 也不知道可以报或不能报 报了又被受罚 这个我想如果有一个规则 但是比较好 待会会跟叶炳成次长来聊聊吗 会 我想跟叶炳成次长 其实也都认识了多年朋友 所以我想该跟中央反应沟通的 我们都会来说 好不过另外你可以听到呢 讲完一到场的时候 有被媒体问到 会不会待会来跟叶炳成 来讨论相关的幼儿园案件 他说会 而且呢会希望 其实接下来整个中央 可以赶快订定一个标准 让地方政府不会再无所事从 以上像最新 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感谢观看